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將5公斤重的物體放在甲板子上 然後將板子一端慢慢提起 當板子與水面乘4打1 就是這個角 這個角是4打1的時候 物體開始下滑 也就是說到達4打1的時候 這個時候下滑力 它越過最大筋摩擦力就往下滑 然後呢 今將甲板子改成乙板子和丙板子 做相同操作 那乙板子的話呢 提到7打2的時候 這個時候開始下滑 那丙板子提到7打3的時候 它才開始下滑 所以這樣我們可以曉得說 最大筋摩擦力的話呢 就丙最大 丙所能夠忍受呢 這個物體的下滑力呢 是最大 所以最大筋摩擦力是丙大與大甲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它的選項 它會說下滑力 它會說下滑力合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三者中甲板子表面最初超 錯 丙板子 丙板子最初超 所以它的最大筋摩擦力最大 所以呢 這是錯的 不是甲板子 是丙板子 這我們看B選項 三者的最大筋摩擦力 以甲板子最大 錯 以丙板子 這我們看C選項 三者的下滑力 以丙板子最大 這個對啦 這個時候下滑力的話 跟最大摩擦力 一樣 它越過最大筋摩擦力以後 開始下滑 所以呢 這個下滑力 是丙板子最大 下滑力就是重力在什麼呢 在斜面方向的分力 好 再我們看第一選項 同一物體當欲下滑時 三者與接觸面的正向力都相同 這個錯了 正向力哪個最大呢 是甲最大 丙的話最小 正向力呢 就是什麼 這個正向力會跟什麼 會跟重力在 垂直斜面方向的分力 這會底下 這兩個會一樣 好 那所以呢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最大 這裡 這個時候最大 它投影過來 因為這個角度最小 所以投影到這個方向的話 它的分量最大 所以 甲的正向力 事實上是最大 你可以想像嘛 如果呢 這個是90度的時候 就沒有正向力了 如果呢 是0度的時候 它正向力就等於重量 百分之百投影 所以的話呢 這個選項是錯的 沒有都相同 甲最大 甲的正向力最大 所以這一題 大家一定要選C 所以這一題 請問剛才請問 請問 1 3 4 5 5 5 7 4 5